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9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节目开始之前 有一件事情先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 那因为明天晚上 夏老师要去录这个 非凡股市周报的一个节目 所以我们明天台股最前线的节目 我们会暂停一天 但投资朋友也不要太过担心 因为重点应该不是在于 明天的一个行情 而是在中秋节之后 这个行情应该如何来做表态 所以夏老师会特别选 一天应该是礼拜六 或者是礼拜天的时候 我会来公司录一集 我对于接下来台北股市的一个看法 所以投资朋友请务必 你要稍微去锁定一下 在烤完肉之后 在礼拜六礼拜天 你稍微看一下夏老师的一个频道 应该会有新的节目来做一个更新 那大家记得 一定要去做一个收看的动作 好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进入到 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在经过了昨天的一个大涨行情过去之后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出现了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发展 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指数一样是呈现了一个向上开高 最高点来到12571点 当时是上涨了108点 但大家从今天的一个江波图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多方的时间其实非常的一个短暂 大概只有15分钟左右 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它就呈现沿路向下震荡走低的一个走势 但也没有呈现大跌的一个状况 中场台北股市是上涨了4点 来到了12467点 当然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开高走低行情 心中当然不免会有一些疑惑 因为如果说我们以外在的一个条件来看的话 事实上昨天的大涨200多点 跟今天的小涨4点它的一个外在环境其实是一样的 怎么说呢 如果说我们就整个成交的角度来看 昨天是1500多亿 然后今天虽然说比昨天稍微少一点 但也是1500多亿 同样是属于一个比较低量的一个架构 如果说我们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来看 礼拜五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 然后礼拜一晚上 它其实四大指数也是呈现上涨 甚至它的涨幅其实更大的一个状况之下 为什么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它没有办法跟这个 昨天一样能够有那种大涨200多点的一个涨幅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如果你在昨天晚上 你有看夏老师节目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相信你应该都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当时我们有特别跟大家谈到一个 技术面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连续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要出现跌深反弹 因为毕竟已经跌得非常深了 所以你在第一根反弹的一个红K棒 它通常可以不用带量 但是接下来当你要持续挑战上方的一个套牢区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补出相对应的一个成交量 所以当时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我们在昨天解盘的一个字卡 那时候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以现阶段的一个成交量来看的话 因为924那一天 它是有2400亿的一个成交量 那现阶段不要说2400啦 现在连1600都没有的一个状况之下 原本你就不应该来挑战这样子的一个空方缺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缺口虽然说有去出现回补 但为什么呈现开高走低 第一个你的量能是比较不够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它回测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走势 但是呢在今天的一个行情里面 它也不是全然都没有对于多方有利的一个条件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解盘的一个字卡 当时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我说没有量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至少要保持在那个可以进攻的一个范围 所以当时我们告诉各位嘛 如果以9月24号这一根黑黑棒的话 通常在技术面当中我们会去抓1分之1的位置 但是你现阶段你要保留住那个 进攻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你就要不只是1分之1 你要在它上面1分之1的一个位置 所以当时我告诉各位嘛 我说这个行情如果能够维持在12430到12487的话 它是最有利于在整个中秋节之后 台股有一个持续往上攻高的一个空间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最低点是多少 我们回去看江波图 最低点是12429点 是不是跟我跟刚跟大家所谈到的这个区间 12430到12487 它仅仅只有相差一点的空间 而这样的一点的空间 它其实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是说 它告诉你多方 虽然说我今天1500亿 我没有办法去带这个多方去攻过这样子的一个空方缺口 但至少我可以守住那个相对强势的一个位置 要不然今天的低点怎么会是12429 大家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问如何呢 明天的一个行情基本上 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已经做好持股的一个调整 或者是持股的转换的话 明天的行情基本上 你就不用花时间看了 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 但只要观察一个重点就是 明天如果能够持续在这个区间 12430到12487之间 它是有利于中秋节过后 多方来做表态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看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晚上的一个美国股市 它怎么样去做反应 那以及跟中国那边的关系 怎么去做发展 这个当然是一些比较变数的一个部分 但没有发生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做一个很精准的预测 我想我们就看 整个场面局势的一个发展 那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如果你现阶段 你还没有做好这个持股转换跟调节的投资朋友 当然明天还是有事情要做啦 就是强势股跟弱势股 要去做太弱流强的动作 那过去我也跟大家讲了 通常讲到这里 一般分析师就不会再讲下去 但是我也直接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强势股 什么叫弱势股 那这个是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都跟大家谈到的 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来跟大家做赘述 但至于说在个股的部分 因为老实说 然后该讲的强势股 告诉大家可以报的 其实我们都谈过了 那今天的一个个股呢 我想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个今天的热门话题 今天热门话题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标 下面这个标叫做 双强结盟可以报股问号 那简单来讲 今天有两家非常重量级的公司 他们就在公开资讯观测站说 他们要合作 那这两家公司分别是2327的国具 跟2317的鸿海 他们代号刚好差10号 那这两家公司结盟之后 今天股价当然有一些往上去做表态 但可不可以去做报股过节的选择方向 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好首先我先谈一下新闻的内容我就不讲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Google 或者是去翻报纸 都写的非常的详细 那简单来说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第一个对于国具来讲 他最近期有这么多的并购案 包括他原本的子公司 起立新也好 大义也好 质保也好 或者是有去 再去持有一些这个所谓被动元件的一个厂商 当然他在整个被动元件的布局 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完整了 但是接下来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的布局完整之后 我必须要出海口啊 我必须要找一个我出货的出海口 而这样的客户 他必须要是那个 我对于被动元件的需求很大 而且可以容纳他这么大集团的一个产能 然后让他可以稳定的去做出货 他不用去说担心 我现在怎么被动元件到价上涨 然后我的那个价格上涨 然后被动元件价格下跌的时候 我的股价跟着下跌 他希望能够找一个稳定的出海口 对不对 这个是国局跟鸿海合作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对于鸿海来讲呢 是不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我过去我在节目里面 我跟大家谈过一件事情 对于鸿海来讲 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取代 不能说讲取代 就是说至少在那个苹果如果不是来这么样理想的话 我相信对于一个大企业的董事长 或者是这个荧幕前面的一个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自己在做生意的话 你一定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客户如果我单一的营收比重压得很重的时候 实际上第一个你可能要让客户于取于求 对不对 大家不要觉得不可能啊 你看今年的比如说像今年的苹果订单 苹果说要给力讯就给力讯了对不对 是不是逼的逼的那个伪创 他也太不玩了 他跑去印度对不对 然后包括了像是这个可乘 他甚至把那个iPhone手机的机客厂把它卖掉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 因为订单的决定权不是在他们手上 对不对 所以当然鸿海会不会担心这样的问题 短时间之内可能不用 但长时间呢 如果哪一天鸿海说 对不起 苹果说我要把我所有订单全部给力讯 那要不要看力讯接不接得起来 那这个但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发生 至少你今年看到了 所以对鸿海来讲 他也希望能够找一个出海口 简单来讲就是说 他像之前郭台平董事长为什么去逼夏普 因为夏普是一个大的品牌 当然一方面他有这个面板的技术 可以跟苹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合作 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希望如果说夏普电视卖的不错的话 他是不是也可以去消化整个鸿海集团的那个生产的这样的产能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格局 你从这一次的一个策略联盟当中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要做什么 数位健康 大家可能比较虚无飘毛一点 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智慧手表 这是一种数位健康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重点 应该是在于电动车这一块 因为之前国具他去并了那个鸡美 为的是什么 就是车用的一个车用的一个被动元件的生产线 对不对 那对于鸿海来讲 如果能够跨入不一定是整车 因为你最近看到鸿海也跟那个玉龙合作 就是要做那个车上的一些相关领主件 这个实际上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整个车子 他事实上是在整个物联网的时代当中 最大的物联网装置 有什么装置会比那个汽车用的零件还多 一定没有嘛 所以他能够达到他消化产能的目的 这个其实是鸿海跟国具结盟 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 好但问如何呢 这个股价今天 他等于成为盘面当中唯一的亮点的时候 当然股价会动 但是这个股价是不是能够做爆股过节的动作 我想我们当然要回头过来看 就是这些个股的技术面 到底表现强不强 那首先我们先从 不好意思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国具的一个角度来看 外资从7月28号以来减持了1.5万张持股 成本是在370块 这应该是我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当中 我有跟大家谈到的 好但无论如何呢 你从他的一个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第一个为什么今天功高流上一线 大家懂了吗 这个370嘛 当然今天最高点是355 但是当你接近到外资的成本的时候 尤其是外资卖超的一个成本 市场会比较谨慎一点 所以为什么追不上去 我要看你外资的一个动向 当然大家从下方的一个买超来看 今天是呈现买超对不对 但是买超的张数其实非常少 所以基本上它没有一个明确代表性的意义 简单来讲啊 如果真的是一个超级大力多的话 即便离这个长价它仅仅剩下一个交易日 我跟你讲外资都会打买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因为现阶段市场还在看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超级大力多 它或许是一个转机 但它并不是一个超级大力多 而且你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季线的一个位置 未来两个月 它现在扣理在这个地方嘛 未来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它都会扣平台 扣平台的好处是什么 扣平台的好处就是 基本上它的线的幅度会比较缓 你如果是那种很陡的那种角度 往上或往下 它其实都会造成股价往上攻击的时候的压力 那当然好处是线比较平 但坏处一样是这样 一样的一个角度就是 它代表这个地方套牢的反压其实非常多 所以你要花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你可以攻过去 比较平缓的线 你可以一次攻过去 但是你要比较大的成交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 我认为我应认为是这样子 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一次攻是最不好的示范 就跟我们刚刚讲那个大弹是一样的 你明明就量就不够 你要硬要去补缺口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开高走低嘛 所以对于国具来讲一样的概念 我上方有压力 我这个时候不要急着一次过 最好是我慢慢的推进到压力区 慢慢的推进到压力区 后续用什么方式 跳空的方式去越过这个压力区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短线上面 我认为它在平台附近去做一个震荡整理是最好 就这个平台 然后维持在月均线之上 10月下旬之后 因为你10月下旬大概扣到这里 对不对 10月下旬之后 接下来你就很快要掉下去的时候 这个线会跟你现在的价格其实最接近 那个时候你要用跳空的方式过会比较容易 我认为是这样子 所以短时间之内 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它并不是一个适合报股过节的一个标的 但你如果说从它的一个零组件的 对不起 它的一个旗下的子公司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说像是奇迪星 好那奇迪星的部分 你看光筹码的角度就不一样 刚刚我们看到 国际这段时间当中 这个外资成天卖超嘛 但奇迪星的部分 当然前面你可以发现 其实那个持股没什么变动 但从9月份以来 它开始持股有比较明显增加 最主要是增加在9月17号 这一根长红K棒 因为你看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 如果以9月份以来 就这一个 这一个月份以来 它增加了4217张 成本是995 那实际上这一天就买了3000多张 所以最主要的成本 是聚焦在这里 那成本我帮大家算出来 是99块半 那你现阶段的价格 你要往上去做挑战 比较好的地方是在于 为什么你看 今天最高点为什么来到995 啊就995啊 就是大家觉得 这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嘛 就是外资如果的 他们买进 或者投信买进的价位 它在现阶段价格之上的话 他们会有一种操作的方式 叫做拉解套 对不对 那拉解套就是拉到外资的成本 或投信的成本 我开始出股票 所以为什么今天来到995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成本是995的时候 再往上攻 怕被外资去做到货嘛 所以与其被外资到 不如我先到 但你从今天的一个 整个买卖超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实际上外资的一个操作 并不算是 很明显的去做到货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会认为说 如果就筹码的角度来看 刚刚国具是曾经在卖潮 但其立新是曾经在买潮 所以相对而言 我是觉得它比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因此短线上面 大家第一个在观察 今天第一波攻995嘛 接下来再攻 事实上你就可以看到外资比较明确的方向 如果是转卖为买 它这个地方应该就会推上去 那推上去的好处是 你看这个国具是这样子 这里是头部嘛对不对 那其立新呢 这里是一个打底的一个过程 大概是一个半月左右的一个地步 所以当你能够突破这个颈线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转强的讯号 那前波的高点它就不会是高点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个股 我是建议大家 虽然说同样都是被动元件 但是这个时候 我不是叫你明天买哦 因为你如果这时候都没有做的话 你明天就不要做 就不要看了啦 我说真的 那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奇力心的话 你可以去报 那国具我觉得大家可能就要稍微想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档个股市 5317的凯美 这个应该是在整个国具集团当中 今天表现最强势的 但同样的一个概念 它的法人买卖超是怎么样 它的法人买卖超是卖超 尤其是减资之后 这个不是跳空踏涨哦 这个当然是减资嘛 因为当股价35块 以下跳到48块 这个是减资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那减资造成的结果当时是 如果从这个位置开始去做计算的话 它减码了2224张成本大概是42块 所以一样的概念 为什么今天涨停满锁不住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讲说 行情没有热度 但是这个全市场的热度都在这里啦 它为什么锁不住 很简单嘛 第一个外资的成本是42块 当然你要再往上攻 大家会讲说老师涨停41.35 它怎么样 41.55 它怎么样也不会攻到42啊 对啦但是怎么讲就是大家知道上方有卖压的时候 就不会拉的这么样的一个积极 所以我反而要提醒各位 明天如果持续开高的话 这个你要留意它会不会成为短线空方聚集的标的 简单来讲它明天比较容易开高走低 我先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先跟大家去去做提醒 那后续这个股价要怎么攻 你看 它是不是减资之后跳上去对不对 你如果把这个缺这不算缺口这算缺口吗 这就是一个减资之后价格改变的过程 但问如何 我这样子说好了啦 你如果股价打回来到35块钱附近 你看你股票都少了 然后又回到你当初的成本 你是不是一点了解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以减资参考价是45.07 就是我这里减资的比例 换上去我的市值不变是45.07 然后当天股价大涨 这个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说 后续这个价格 你要先看它能不能够站稳到42块钱之上 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你去看嘛 现在的月线扣底是不是在这边 那月线扣底之后 大概在下个礼拜的 应该在国庆日之后 它会扣到这里的低点 应该没几天啦 我就没有细算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扣到这里之后 如果你的价格能够维持在月线以上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月线线会开始成全翻阳 对不对 这个当然是一个 它能够 不好意思 它能够发挥助长的一个力道嘛 所以原则上啦 我是不建议大家明天去做一个追价 但是在中秋回来之后 它如果能够回到月线线之上 并且站稳的话 国庆日之后 它就会有翻阳的一个条件 那个时候应该是会有攻击的机会 那往上攻击挑战哪里 挑战减资的参考价45.07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家其实 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实际上我昨天有举到 一档个股做例子 大家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减资的股票非常多 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参考的依据 什么意思就是说 正常来讲 因为你不是 你不是 像帽底 我们昨天所谈到的帽底 它是属于那种亏损减资 对不对 因为现在其实特别多 这种个股就是 我了解嘛 然后我就减股票 减股份 然后让那个 账面上的亏损可以缩小 这是一种会计的一个手法 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谈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强的要一个重点就是说 因为你在减资的过程 这个 我刚刚讲了嘛 你像帽底的例子是 一张你会变成 六百多股 十张你会变成六张多 一百张你会变成六十几张 等待零股总是麻烦 或者是说 你刚才说 我原本就是要做减资行情 上去之后你是不是开始出股票 所以合理来讲 我昨天是包括我在谈帽底的时候 我说 这种开高或者是 软线往上冲 那个都不是让你去追的位置 他一定会打回来到那个 呃原本减资的那个低点 就是就是 比如说你看像昨天 呃帽底他开上去然后最低点373嘛 那 合理来讲他一定会破这个位置 所以你回头过来看例如说像是凯美 带大家看好了 呃 5317的凯美 啊对不起2375的凯美 好因为他是 原本叫质保啦 然后病了病了凯美之后然后改名叫凯美 好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你看好这个低点是多少 45.85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正常来讲 因为筹码的调整 那个低点他通常都会跌破 除非他真的是强到不行他竟没超好 或者他是属于一个 现金简直的态势的状况之下 呃他股价能够连续性往上冲 一下子就拉开 要不然正常来讲他都会去跌破 简直恢复交易那一天的一个低点 所以同样的一个逻辑你回头过来看帽底 顺便带一下帽底的一个国家走势 你看好 昨天是37.3对不对 然后最低点37.15 今天是不是跌破 所以我昨天我是不是告诉各位就是说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个股的时候正常来讲 正常的 总控 他合理来讲他应该会破 所以那时候我是不是告诉各位说 你看像帽底的部分 我是建议大家去买那个 等他回测之后开始有 开始有新的低点出来 你说老师今天跌完了没有 不好说 因为筹码比较乱 所以你没有办法很快去判断说 他到底跌完了没有 但是你可以以今天的低点作为观察 今天35嘛 假设明天再破 来到33 你就看33 但是他不会去 正常来讲啦 因为他毕竟他是一家赚钱公司 他不会回到那个 24 25.3那个价格 因为这代表你减之百减了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从现代价格 35到25块钱这个区间当中 你会看到他减之的低点 但是你等那个低点出现之后 你再去做一个进场 我觉得都来得起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急着抢 因为很多人想要出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急着抢 你一定会被盗 那我顺带谈一下就是 太阳能个股 因为 他接下来的题材在哪里 当然除了我们之前所谈过的一些重点之外 另外 10月底 10月底是中国的五中全会 他们要讨论那个 十四五计划 什么叫十四五计划就是 他们第14个五年计划 就是 他们有第1个五年计划 第2个五年计划 第3个五年计划 到现在是第14个五年计划 会不会有太阳能 一定有 台湾厂商受不受惠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来谈 但是 那个时候的题材面一定会有太阳能 好所以你看嘛就是 呃 现在9月多 可能是10月的中旬之后 我觉得冒敌的低点会慢慢浮现 那个时候才会是比较好的买点 好我先我先预告这件事情在前面 好然后 我们再来看 这题外话 我们回到这个 另外一个男主角 2317的红海 好那红海的部分呢 基本上 我前面我就不算了 就是 从除息之后 配4块2 从这里之后 外资一共卖了8.1万张 成本是多少 78块 所以同样的概念 为什么今天的股价来到784 他股价没有办法上 因为 成本都在这里 你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 外资卖78块总是有他的理由 那总不会觉得说 我觉得未来会涨到90块 所以我 我78块先卖掉 没人这样算的嘛 对不对 你当然是觉得说 78块好像有点贵 所以我这个地方先出 但是我必须讲 如果以红海的股本来讲 8.1万张 他其实并不算是特别大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观察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 目前 其实 大概 每家外资或者是 因为这个一定是外资在主导的股票 现在每家外资 他其实没有特别大手笔 好就是我算了一下 从7月23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买到最多的我记得好像是 1万出头张而已 他并不算是一个大 那 9月份有给目标价的 两家 一家是 摩根斯丹利 叫大摩 他给目标价是102 瑞幸是给91块 那我在那个前15名里面没有看到 摩根斯丹利 有看到瑞幸 但是他只买了 4603张 所以简单讲就是 现在没有要做表态 好所以投资朋友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当然 这跟国具的概念是一样的 你如果套得很深 那或许啦 这个时候你 不用急着去 怎么讲他是一个被迫报股过节 他不是一个主动式的 当然如果是 最近才买或者是买在相对低档有小赚的 这两家公司他不太适合你去做报股过节的动作 但是你如果是已经是被套一段空间了 你是被动要报的 那就报吧 至少他的 公司的基本面在那边 只能够这样子讲 那这两个股其实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我特别帮大家算了一下 现在有两个时间点 这家公司 有没有机会表态你就要看这两个时间 一个是10月26号 一个是10月13号 10月13号是什么日子 10月13号是 市场谣传 因为我也不是酷克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 他到底哪时候要去发表iPhone 但是现阶段传出来的时间是10月13 要发表新的iPhone 5G 那 这个时候 如果你连这个题材都带不起来 那问题就大了 那到时候我们再看 但整体来讲如果就技术面的角度 我稍微算了一下 现在进线扣理在这里 到10月16号他会扣这个位置 那扣这个位置好处是什么 就平了嘛 你只要自己不破底 他会比较好 好去突破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跟大家特别谈到说 8.1万张 事实上你放在别的股票 这个压力大的要命 但是你放在红海上面是 是还好 但是你要看时间 不是说我今天看的消息 红海跟国际结盟 怎么样感觉也是 红海 对不对 怎么样感觉也是国际会比较受惠啊 对不对 也不是红海会比较受惠啊 那你这个时候你去买 股价不太容易动 那你反而是 你看嘛 10月9号 国庆日 10月8号 礼拜四就休假了 然后 9号 9号是礼拜五 10号是礼拜六 然后11 12 到13 所以下个礼拜一 应该说下下礼拜一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盘中的那个趋势 或者是那个时候在下个礼拜 有没有讲苹果有没有发 有说我要发手机 好那 理论上来讲那个时候股价应该要表态 那如果没有 你就要等到10月26号 季线开始扣低的时候 但自己要争气 不要再跌破这7自1 因为 他当你我军线 军线最怕什么就是 我扣低的时候你 股价更低 好所以这个部分大致上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然后就是说 如果你在明天 你现在手上持股都调整好了或者是 啊不管了我就不要调整了 我宁愿去Costco买 买烤肉的东西 你如果想法是这样子 那你明天你就不要做动作 真的啦 因为大家都想说 除非你是做当冲嘛 但是我们不带 呃 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做当冲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你在短时间之前你要决胜负啊 就是你看对都还可能做错喔 对不对 更不要说你看错 好那方向如果看错就没有 那明天 你就多看 少做 好那 就该该准备烤肉你就去准备烤肉的东西 好但是你如果是明天 有一些持股还要做调整的 就趁着明天 去做一些太弱 太弱流强 不要资金比重不要压太重 差不多就好 好差不多就好 不要超过五成 那这个部分大致上就提供给 投资朋友来做参考 好那一样我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 礼拜六礼拜天 就回顾我们刚刚所谈到重点就是 我明天我要去录 非凡股市周报 所以明天节目不会录 那但是我礼拜六礼拜天我会找一天的时间里面 来公司录一起我对于 中秋节之后的看法跟你要布局的方向 那如果说 投资朋友你想要知道未来的方向的话 你当然可以趁着 礼拜礼拜天就是 中秋假期快结束的时候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节目 那如果说你在持股上面 有任何的问题 希望夏老师能够帮你做解答 或者是你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 透过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的Lite 来跟我们服务人员做联系 交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Lite ID 小鼠NAE 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这个QR Code 当然不方便或不会加入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26538299 0226538299 有任何问题 或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9月29号的 台股最前线 5不浓入 9月295 4 月295 5 5 6 6 6